大家好 我是齐平老师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练习的概念 这个概念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你今天在练习所有关Groove的音乐的时候 我发现学生常常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 尤其像是钢琴手 如果你现在是左右手要整合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因为算拍子的关系 你自己会相信你自己的 节拍 可是其实你却是不稳的状况之下 这个时候你跟别人合奏就出现问题 然后或者是观众听起来就觉得你拍子不稳 那这个拍子不稳 并不是说你今天只要从头到尾 只是照着节拍器做 而是要有一些特别的练习 比如说像在swing的时候 因为我们很习惯就是 我们都习惯 我们习惯这个 可是爵士乐曲很多这种 所以除了所谓的反派的概念以外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今天对于 你的左右手的这个整合 也就是所谓的节拍 这样一个计算对于空间感 跟这个 时间感的这个掌握 这其实是个很难翻译的字 所谓的time feel 你的time 很多人说time 这个要怎么翻译 这个在中文就不容易翻译 其实就是 节奏感有人这样讲 可是其实这个节奏感包含的 对于时间 1234的一个稳定性 跟对于空间 1234 他是大概速度大概是比如说120 然后他的速度 会造成这么长的一个 和弦的进行 或者是这么长的一个 小节 那因为我们习惯在训练的时候都是用看谱的方式 看谱的方式 不能说有什么完全错的地方 可是重点在说因为有时候 你刚看谱的时候你光是是谱过去的时候 其实第1个你不知不觉会变快 因为是谱的时候会让我们会变快 第2个事情是你缺乏一个第3方的一个 声音让你知道说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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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光是从1234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我们人的惯性是 我们会1234 我们的胃后面就会 就是会 软了 就是会有点随便的 就变1234 1234 这样 所以如果你今天1234 很多人会教小朋友说OK你知道这个是 4分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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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分音符 这个是很好的 可是你同时也要知道 那个拍子是要足的 要够饱足 所以当你在练习比如说回到 比如说像 爵士乐的曲子 他有比较多的切分 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原来的拍子 是不够饱足了 时候你的切分 势必就变成是非常的 好像那个 肉比较少 这个时候你要 切下来的时候 他就比较不够 随便会变 1234 会变成像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其实就一页而已 就像这样 就是让自己 能够在 确实知道1234拍都能够饱足的练习 那他是swing feel 那你嘴巴要边弹 边唱出1234 并对准节拍戏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 你不要太相信自己 这是我真的给大家的一个 真言 就是说 你如果相信自己1234 通常我们会相信我们自己 就好像我开玩笑跟学生讲说 喝醉的人都会自己觉得自己没醉 就说你喝醉了没有我没有醉 我很好 我好的很 可是其实他已经醉了 你看他在走路的时候就歪一边 可是他就觉得他OK 所以同样事情123 现在我会有学生123 4123 4134 134 134 他的2去哪里 他已经不知道 你觉得这个很神奇吗 其实不会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要正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练习是什么 比如说假设我1 这是节拍器 我们现在看第1个练习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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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在 在这种练习会很糟糕 你要很自然的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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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你的右手就是你的节拍 1 2 3 4 4 4 5 5 6 6 7 8 8 8 9 9 9 所以其实在老师的立场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都是 等于是要帮助你把这个刻度 变得比较敏感一点 你的刻度一般都是四分 然后或者是 比如说你认为是八分或是十六分 在古典音乐里面八分十六分 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或是很快速的东西 其实不是 它其实是变成你要 像这样一二三四 你看一二三四 这样就是swing 一二三四 所以我才会说 这个看起来好像比bile还要简单 可是问题是bile是 现在是 放轻松来练习这样 所以这是第一个练习 所以我这样的练习的方式是什么 我的右手是一个打节拍的概念 可是左手是 比如说我在弹的是所谓的comping 就是am dm dm g7 C major7 所以假设这个是5V2的Moon的时候 它就变成是像这样的感觉了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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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根据老师讲的上二动 然后 上二动 然后下个 然后这个是像这样的 最基本的想法是像这样 OK 所以如果是第二个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 它变成是1 2 3 4 这是原位 你要先过好你的左手 左手是你的肝 歌哪好就像是彩色就像 歌哪不好就像是黑白 所以你看 2 3 4 那如果先是转位的方式 就刚刚提到就是所谓的最近位置 1 2 3 4 所以你的右手是你的辅助 你看 1 2 3 4 所以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因为你会被这些节奏所拉扯 所以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让右手听起来的事情是 1 3 4 2 4 3 4 3 4 你想想看如果你不稳的时候 你怎么做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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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所以很多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左手 所以很多时候就变成 2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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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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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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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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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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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并不是说它真的用抢的 因为抢像这个如果我刚刚讲古典的 一二三 二三 这样这个是很不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一二三 二三 它其实只是原来的一 然后三的正拍 把它往前移半拍而已 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其实在groove的世界里面 它并不是刻意要这样做 而是因为它有一种 提前预告你这些和弦会怎么到来 所以它变成一个爵士乐里面常见的一个做法 如果你听老师在文章当中讲到的 Ray Garland或者像是Winton Kelly 他们的演奏都是像这样的方式 他们都听到 二 这是二五一 他们就一二三四 OK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一A的练习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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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定色于唱出来 你说这上面没有叫我唱歌这样 不是 你真的要唱出这个节拍 一二三四 你可以很慢 你可以这样做 你可以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三二三四 四二三四 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的右手 你看一二三四 二三四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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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就变成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一下 它变成是这样 变成 一 第一拍 但是第一拍先线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一二三二二八 所以第三拍的后半拍在这里 然后第四拍的后半拍 已经是下一个选了 这是我在上一部影片当中叫做 避免小叮当的方法 里面我谈的就是这个第二个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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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就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简单 尤其是让你配上节拍器 你会发现你忽快忽慢 你会被人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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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像第三个的练习 很快的做过一遍 这第三个练习的话 他会比第二个要来的困难一些 可是问题是他也很常听到 比如说在很多摇滚乐里面有听到 要听到像这样的概念 所以你要如果回到swing的时候 变成一二三四 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所以现在你变成第四拍的正拍 你会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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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到 再一次 一二三四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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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你看 一二二三 一二四 一二三 二三 一二三 你看很轻松 它其实是动手指的 你不用这样做 你不要做 二三 你不要做這樣子 這樣一點用都沒有 你只要做這樣 2 3 2 3 這個時候如果你需要右手的控制的時候 你就變成 你的右手永遠是 你沒有跟著醜 沒有跟著搶拍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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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你可以練很慢 1 2 3 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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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你的好朋友 1 2 3 4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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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說像這種節奏的練習 你必須要自己對自己很嚴格 老師對你嚴格其實沒有用 老師只能告訴你說你這裡錯了 那你錯了 可是如果你要練對的方式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要要求自己 你要知道說 OK 我不穩 我這邊不夠完整 我這邊不夠對住你這個速度 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東西 你還是要靠你自己去練 它沒有任何的捷徑 它就只有像今天給大家這張圖 已經是解禁了 OK 那我們看最後一個 我為什麼寫 它叫做Guitar Company 就是因為1 2 3 4 如果你有一個swing beat跟著你練習 當然會是很好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至少要Duck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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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Mine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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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是 放輕鬆 放輕鬆 那你只是放上去而已 你只是站拍子而已 你沒有搶拍子 所以我剛剛一直跟大家講 你沒有搶拍 你是站拍而已 這是EA 你知道是EA 然後再來是E OK 接下來是EA 1,2,3,4 OK 所以真的要確實知道 Tump Tomp 掌 因為你的這個反拍就是 他不是 這就是為什麼 尤其你今天在跟 Because Bass 或是鼓手合作的時候 這其實是一個最好一個狀態 可是如果你又沒有練得很穩的時候 你跟被走音鼓手的時候 這個時候大家沒有人跟你練習 因為你練得不夠穩 所以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OK所以第三個 所以如果你用這樣的方式來練習的時候 你的節拍就會變得很穩的 請注意節拍是你的最重要的要素 也就是你在演奏吉星 或者你在演奏爵士樂 或是搖滾樂 或者是藍調樂 或者是R&B 或者是Hip Hop 甚至是所謂的Soul等等 你如果這個節拍不穩的時候 你通知有聽到旋律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節拍就會不穩 這個時候你要跟別人合奏 或是你在節奏的感知上 你就會變得不好 然後如果你沒有用這樣的方式練習的時候 Cutting 確實是Respect Every Beat Respect Every Fourth Note 這個時候才是重要的 那Every Fourth Note Respect完的時候 有正必有反 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 所以所有的這個N Da 的這個D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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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你這些都練熟了之後 你自然而然就會這樣子出手 這個時候你就不用再擔心 而且你已經忘記 你是第幾型 第幾型 而是自然而然的感覺 這也是為什麼老師講說 如果你一直期待有人寫譜 把這個完整東西寫給你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絕對會練不好 因為你只是試譜過去而已 對於鋼琴手來講 試譜過去 尤其是古典鋼琴的訓練背景的演奏者來講的話 你只是試譜過去而已 你的節拍並沒有因為這樣而變好 你只是練到你的試譜能力 可是你用這樣子的方式 你可以練好你的節奏感 這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希望這樣子的節奏的練習 這大家是有幫助的 就是叫做尊重你的一二三四拍 讓每一個一二三四拍都是飽足感的 OK 拜拜